糖尿病患者也有一个普遍的现象 就是一种叫做三多一小 究竟三多是什么? 就是多喝水、多吃东西、多洗手间小解 一小是什么?就是体重下降 究竟为什么会形成这些? 现在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糖尿病患者不停吃饭、喝水、洗手间 但又会不停瘦下去 在人吃饭的时候,血液中的葡萄糖就会增加 胰狀会释放胰岛素到血液内 胰岛素就会与细胞表面的蛋白质结合 令葡萄糖可以进入细胞里,转化成为能量 但当血液中的葡萄糖进入肝脏时 它就会产生肝糖 进入肌肉时就会被利用 而进入脂肪的组织就会变成脂肪系的能量 当患糖尿病的时候,胰岛素的分泌相对不足 或者细胞对胰岛素不敏感 令胰岛素的作用没有办法全部发挥 血液中的葡萄糖就不能被充分利用 这样就会导致血液内的葡萄糖含量升高 但细胞就没办法吸收了 细胞需要这些葡萄糖 所以就会有一个讯息给大脑 告诉他,我肚饿了 这个大脑就会发出一个肚饿的讯息 告诉他,你肚饿了,你快点吃东西 这个就是不停吃东西,造成多吃的症状 同时,其他身体里的细胞 也会有要求身体分解脂肪 和肌肉里的蛋白质得到能量 而肝脏也会将肌肉里的蛋白质转化成葡萄糖 所以你的体重就会下降 所以这个就是其中的一小 但当血液中的葡萄糖太多的时候 那去到哪里? 去到尿液那里 就会出现尿糖的状况 另外你的尿糖也会令到你的患者 产生大量的尿液 所以就造成这个多尿 因为你排出了太多的尿液 你会觉得口干的嘛 所以就会不停喝水 就是这个多喝症状 所以糖尿病的病患者 就会有三多一小 三多就是不停吃东西 就是多吃 第二就是不停去洗手间 就是多尿了 第三就是不停喝水 因为你多尿之后 你自然需要补充水分 那就是多喝 那因为你的体重会慢慢下降 所以就变成一个一小 就是体重减少 这个三多一小 就是所有糖尿病人的特征 如果你觉得有这样的倾向的话 就是给你一个讯息 你是近乎糖尿病的前期 或者已经是糖尿病的患者 所以有这样的症状 就快点去看医生检查 今天介绍这个三多一小已经说完了 关于其他的有关糖尿病 那就下回分解了 多谢你收听 拜拜